近平先生和普京先生正在以社交媒体黑客 以及行贿威胁西方国家政府的各种手段 对我们进行了全面的封杀和打压 郭文贵本人成为世界上过去五年来 个人被黑客被社交媒体造谣 全人类有史以来最多的 每年数以百亿次的在社交媒体上对我的造谣 和对爆料革命和我的同事们战友们的造谣 甚至他们不惜重金渗透到推特 YouTube Telegram Facebook 以各种威胁利用 成为了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 就在刚刚我在直播的前几个小时 我们秘密翻译组的很多战友们的长期的账号 在YouTube包括在Facebook Telegram全部被封杀 这不仅仅是一个俄罗斯普京和习近平的独裁主义 和与统治世界的黑暗主义 他同时也和美国欧洲很多腐败的内外勾结者 和内心崇拜的共产主义 和社会主义独裁的来到美国欧洲的人 共同的行为的节目